因为是给你准备的 那为什么要送我口红呢 可能是因为 这款味道比较好 看完了 嗯 还看吗 不看了吧 我差不多也该走了 要不今天也别走了 不好吧 怎么了 我们之前受同区了 在我不太清醒的时候 是不是我逼你的 没有 我们没有同区啊 我们只是生活轨迹比较相似 生活场景短暂重合 出行步骤基本一致 你先喝点水 谢谢 谢谢 你以后 能不能不要跟我说谢谢 不客气 对不起啊 我第一次谈那样 也不要说对不起 也不要说对不起 我也是没有经验 所以以后有什么做得不好的 也请多指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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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啊 终于找到那个人了 好兄弟 你也加油 你现在能确定你自己的感情了吗 你对孟茴 到底是愧疚还是喜欢 你小时候误伤了那个小女孩的脸 能信信念念十几年 你觉得你不是因为 诱发了孟茴的应激战癌症 想对她负责任吗 以前我不敢确定 不过现在 我分得很清楚 那如果以后 那个女孩出现了 你该怎么办 我会跟她道歉 我会跟她道歉 然后补偿她 她想要什么我给她什么 不过我心里清楚 我喜欢的是孟茴 大友 孟茴还在等我 我先走了 回去吧 你拿走了 你拿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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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tune 是我 进 蔚脸小姐 隋医生 还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吗 你要给我打针哦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晚上有事改天吧 说好的事情怎么能改呢 打针也不会耽误你很多功夫了 那我帮你安排其他的医生 我表示灵魂拒绝 别人怎么会有你细心呢 魏小姐 你放心 我们这里每一个医生都是非常专业的 每一个医生都是有执照的 没事吧 你说我要说没事 你哪儿摔着了 脚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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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吗 疼 这样呢 你的脚踝没问题 但是你后面这里都破皮了 我这儿有酒精 我给你擦一下 我再帮你看一下 在家那一会儿 以后你这双鞋呀 就不能再传了 听见了吗 还有事吗 隋医生 我最近吃不下 睡不好 我好害怕啊 我不是心理医生 睡不着的话 你应该去找阿淘 我的鼻子修复了几次 虽然看起来好好的 可是我觉得她变得好脆弱 我睡觉的时候不敢压倒她 她歪了 吃饭的时候也不敢张大嘴 怕她又歪了 我都没有办法 像从前那样大笑了 我不是害怕别人知道我整容了 我只是一想到 别人看到我鼻子坏掉的样子 我就没有办法指示别人的目光 我帮你看一下吧 放心吧 你的鼻子没有任何问题 真的吗 恢复期有这种担心是正常的 你要是害怕呢 这两天你就不要照清楚了 有我在 你放心吧 那 你会二十四小时会有微信吗 一想到有你在 我就会安心许多 不会胡思乱想 你会有什么事